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雨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张小婷 台股在AI的带动之下一路往上攻 当大家觉得很热情很热血的时候 好像现在进入到大怒神时期 开始震荡而且震荡得非常的大 那么过去这段时间看到 只要粘到边通通都能涨 但是谁是真谁是假 今天请到林永林老师 永林哥来到现场 小婷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到底谁涨真的谁涨假的 其实这个很容易分 你就会看谁是最先冲出去的 然后呢他还持续涨 涨不停的 那个就是真的 但常常就是涨不停 你进去的时候他就跌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呢 这个一般的投资人都是这样子 他一刚开始起涨的时候 你没有跟上 那你就会想怎么样 会怕 我现在去买 会不会买到一个高点 或者是说我现在去买 已经少赚了一段了 对不对 那我还要去追高干嘛 那我已经少赚那么多了 我就不要追了 可是呢 等到有一天 它真的是涨不停 你再三确认之后 就是说这只股票 真的是全世界最强的股票 我就追了 可是那个时候呢 距离它在涨 这个起涨点 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 大致上来讲 如果一波浪理论的话 大概是已经涨到第五波了 散户才会进去追 你如果说譬如说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投资人怎么样 哇你看我50块就买的这个广达 结果呢 它到300块了我还没有卖 然后它又跌回去了 我不甘心抱着 后悔的不得了 对不对 那这个经常会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事情 我刚刚讲的不是预告广达会到300块 是是是 大家不要误会 对 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而已 当然希望它能够再往上 对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AI概念股 一头拉股 对 真的好多 对 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呢你就看 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最先标出去的是谁 像IP就是创意跟世新嘛 对不对 它持续在创新高 然后你看 这个到7月底的时候 他们个股的本益比 还有AI营收的占比 其实我们看营收占比 大概就可以知道 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对不对 那另外呢就是看本益比 有本益比呢 你看创意到7月底的时候 已经飙到39倍了 世新更夸张 快70倍了 那么你就会想说 70倍本益比的股票 我还能去追吗 它就涨给你看 对不对 这一种就是玩真的 然后你看世新 它这个AI营收的占比 是20%到25% 在这里面来讲 算是很高的 最高的 所以它的本益比 人家也给它给的很高 然后它今年到7月底的时候 涨幅已经170%了 创意已经183%了 而且他们都高价股 对它都是高价股 越是高价股 尤其是IC设计IP这种股票 它的特征就在说 市场给它的本益比 是特别高的 其实60倍70倍 是经常看到的事情 那可是如果说 已经到了什么100倍 那就有点超过了 所以现在还算合理 也不能说是非常的合理 就是说它为什么还能够持续涨 就是因为市场上给它的本益比 是给它一个很高的高点 至于说高到哪里 我们不晓得 那可是到了这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你说台积电 那台积电是不是才是真正的AI概念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跟它有关 对 其实它是领头羊 可是你注意看 它的本益比才16倍 那今年的涨幅才29% 不多 真的很少 跟其他的100%以上的比 你看其他几乎都是100%以上 它就赢鸿海 对 等一下我们就来讲 OK 好 那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这么好的股票 那为什么它的涨幅那么小呢 因为你看 AI占它营收比重不到10% 对 那4% 5%左右而已 就像这次法州会 台积电在为了家就有讲了 对不对 它说虽然AI的订单 非常的踊跃 可是它之前的库存 还没有办法去化掉 所以AI增加的 其实还没有办法弥补 它这种库存的问题 所以就反应在股价上 对 所以它的市占比是太低的 那至于说光宝科 光宝科是后来才补涨 对不对 但是也很快 很快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1% 第一个它只占了1% 第二个它已经涨幅 已经70倍了 对不对 今年的涨幅70倍了 所以它当然就涨一涨 意思意思 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它第一个冲出去的 像是创意 世新 还有呢 像是这个技嘉 广达 韦唱跟韦影 他们都是第一波冲出去的 第一波冲出去的 谁第一波冲出去 谁就是真正的AI概念 枪一响就 对 就跑出去了 然后还跑个不停 本来是百米冲刺 结果后来变成用百米冲刺 来跑马拉松 这个就厉害了 要看后续了 对 没有错 所以他们这个是真的 至于说另外的我们看一下 后来才跟进的 那个就是二线的 二金 对 他们为什么会跟着涨上来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像是我刚刚讲的创意这些事情 他们已经涨的 这个伪创广大已经涨上天了 对 你还敢不敢去追 不敢 也不肯 不愿意去追 那么所以大家就想说 还有没有什么AI概念股 还没有涨的 我觉得他应该有机会 对应该有机会的 那就回头看往下看 哎呦 这个人保啦 这个宏基 对不对 第一个他们位阶还很低 还没有开始涨 而且他们单价又很便宜 对 对不对 那不涨他们涨谁啊 就进去 有涨 进去了就中了 因为就一两天就结束 对就套住了 那所以呢 这个告诉我们买股票 你不要怕人家涨太多 只怕他不涨 是 那一旦出现了 第一个巨量不涨 他不用跌 他就是今天出了很大的量 可是就在上档拼命震荡 然后出了小红小黑的十字线 他可能今天只涨了一块 那他一直在震荡 可是他量报的是最近以来的最大量 这叫量大不涨 量大不涨的情况之下 两天之内 就是之后的两天之内 没有办法这个更上一层楼的话 那你就要准备 可能要稍微调节一下 停力出场 出场一些至少要调节一些 那万一呢 接下来的三天 都是在这个大量区之下震荡的话 那就赶快出一出 不要留 对不要留 这是第一种现象 第二个现象呢 或者是出现长黑走势 所谓的长黑 不管量大量小 只要是长黑 甚至于打到跌停板 那都要小心 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要把我洗掉 对没有错 第一根长黑 它是要洗人 第二根长黑呢 就在警告你了 你要小心一点 第三根长黑赶快跑 这是我们的习惯 赶快跑 末日 对因为第三根长黑 它绝对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它为什么会来三根长黑 因为第一根长黑大家都会跑嘛 对不对 第二根长黑呢 大家说第一根长黑 结果呢我被洗掉 它还继续往上涨 第二根长黑拉回来 它还在涨 第三根长黑 那这个股票太强了 所以它下一次拉回来 我就要进场再买回来了 是 大家都是这么想法 然后呢 它就刚好到货边 这个是主力操作一种手法 所以呢 如果出现长黑 尤其是第三根长黑的时候 一定要执行停力的操作 好 那然后呢 我们看鸿基 这个鸿基的周线 有没有 你看它上个礼拜 它的周线有多 那个上影线多长啊 是 对不对 那留了很长的上影线 也就算了 它的量能呢 还爆得非常的大 有没有看到 平常的量只有这么一点 对 它这个上个礼拜它的量爆得这么大 那这种走势呢 你就要小心 它又有可能是这个压低出货 就是拉高起来 然后再用力往下摔 很痛 对很痛 不管哪边着地都很痛 对 OK好 那最怕是脸部着地 就很麻烦了 OK好 那其实呢 留一点点的上影线 大量留一点上影线 还可以接受 可是像它这一次 这么长的上影线 它几乎占了它在这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涨幅的百分之八十了 它留这么长的上影线 那就有一点不太妙 因为换句话来讲 我们用简单的技术分析来讲的话 两个礼拜之内 它必须要占上那一天 那个上个礼拜的高点 41.25 它一定要占上去 收盘价一定要占上去 如果两个礼拜占不上去的话 那大概 对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真假 对 这是真假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技术指标 这是RSI RSI呢 一直在往下走 可是呢 它的股价是一直在往上走 它分道扬镳 对不对 你照理说 你股价一直在往上涨的话 你那个技术指标 也应该会跟着往上涨 对 结果它是一个往上涨 然后它一个往下掉 这个叫空头背离 那空头背离呢 大概两次就结束了 所以现在是刚好就是第二次 那大概涨势就差不多结束了 鸿海这档股票呢 我们如果单纯的 以AI的概念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所有的AI概念股里面 它呢算是一条龙 唯一的一条龙的公司 唯一 对唯一的一条龙 它除了晶片不会自己做之外 晶片它还是要跟台积电脑 它什么都可以 其他它所有都可以做啊 就伺服器这一方面 你AI的伺服器这一方面 所以它是唯一的一条龙 所以很简单 那我们是要看什么 看这个明年的中东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它不是要盖一个那个 AI的这个中心 资料中心 OK 那那个订单是非常大的 那它一定要找人去做 对不对 他们自己不会做 那会找谁呢 市场上的评估 鸿海的机会最大 因为它是一条龙 而且它跟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那边的关系也还不错 所以它是有机会的 当然不是一定会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月线图 那月线图你可以看 这是月线 它用了多久的时间做出来一个 这种像是这个圆弧底 还带一点W底的味道 有没有 所以这档股票它现在 它因为刚刚突破了 在6月份的时候刚刚突破这个颈线 然后现在又拉回 现在拉回 那只要它7月的月线能够守住 这个所有的移动均线 我们所谓所有的移动均线 包括了像是半年线 年线跟两年线 那主要能守住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 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呢 这个完成头肩底的形态 只不过呢 它现在唯一的麻烦是什么 唯一的麻烦是因为它现在有牵扯到政治的问题 整个大盘呢 今年的涨幅已经超过23%了 可是呢 这个个股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鸿海少数几档股票 非常小 它的涨幅还输给大盘 对 所以它如果展开一个补涨 其实也是核心而已 有机会 对没有错 所以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多一点耐心 对多一点耐心 那另外呢 这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叫做维影 6669的维影 那维影这支股票呢 是一开始就开始往上冲了 而且呢你可以看它7月份呢 它涨了多少 7月份的涨幅呢 到最高点2000块 已经涨了36%了 这么高价36% 对 它涨了36% 然后最高点到2000块 对不对 它为什么能够涨那么多呢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因为它年底就要供货 搭载H100GPU的AI伺服器给Meta Meta是谁 就是脸书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算是个大客户 另外呢 它公司还表示 它在手的专案超过50% 是AI伺服器的 因为AI伺服器呢 它为什么说AI伺服器 一讲到AI伺服器 这股价就涨 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格 是一般伺服器的三倍以上 所以它单价很高 那所以当然它的利润 我们现在假设 大家都同样都是5%的利润 那你三倍的价格 就是普通的伺服器的三倍 它的利润就是三倍 对 所以这个谁做得多 谁就赚得比较多钱 所以预估呢 明年这个AI伺服器 它会超过它总营收的30% 明年还会继续成长 然后呢 根据这个法人的预估 它明年的营收的年增率 会比今年呢 再增长50% 再增长50% 而且呢 因为这个AI伺服器的 它的营收占比 是提高了30% 所以它的毛利率 会再提高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7月份 它的这个涨幅 已经相当大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 8月份 8、9月份 可能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大家也不用急着追 我觉得 大概到8月初 那个附近 可能就要稍微整理一下 那当然这个是按照 就是说 整个大环境啊 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情况 那万一 这个国际股市 像美国股市 或我们台湾的股市 出现一个比较重大的跌势的话 那么覆潮之下完了 那大家都要结束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好 但如果说是以它个股 你觉得还是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到8月初 因为为什么到8月初 因为到时候大家就要看 你7月份的营收 是不是真的有成长 对 因为呢 你不是讲说 你这个收到很多订单吗 赚很多钱吗 那我们就看看人营收 有没有成长 结果到时候一看 哇 营收才成长1% 那大家就没什么 对不对 就会该走了就走了 对 没有错 好 今天非常谢谢友宁哥 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当然如果是真的时候呢 但是当它要开始有点整理的时候 对 你也要先走再说 是 没有错 以后还有机会 好 谢谢友宁哥来上我们节目 同时也谢谢大家收看 永新通信 接下来的工商服务时间 今天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吧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